他们有多人 五万 我们有多人 五十 走着 我们顺利参加高党 谈点高考护航的暖心瞬间 你们背后是强大的祖国 你还不过 主长不是大方了 还先抽了高考的 不是大方直接到了 你还中了 他中了 他中了 高考当天竟然被警察上门服务叫气 你叫他起来他没接电话 你叫他把电话给你连接 当考生由于紧张 将证件遗忘在家中 武警官兵一路狂奔护送 你好 他准口证没拿 帮我拿牙了 帮我拿牙了 快快快 在这里 快点 非常感谢你 一声中的爱人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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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中的贵的 一声中的贵的 加油啊 加油啊 当交警一路狂奔 只为了给考生补半拳考证 最终泪瘫在考场外 考生电动车半路抛锚 冲进消防队求助 消防员开车护送至考点 那年湖北大雨 消防员亲自将考生背出水中 而警民一心 永远不是一方在曝出 下雨天 学生从车窗江彩扔给交警 记住 高考从来不是你们一个人的战斗 现在强调一下 遇到考生求助 必须第一时间予以帮助 大家清楚没有 盘点高考考场外等候的父母 高考从来不是你们一个人的战场 实在疯不住了 十二女结束了 下一场 现在下半场再等着他 这是一位父亲对孩子最朴实的话语 当残疾父亲收捧鲜话在考场外 等待女儿出来 在考场外守护的妈妈可能比孩子还要紧张 十二点多 十二点多都记得他睡着吧 三点多都醒了 然后中间反复就醒一会儿 然后又咪一会儿 醒一会儿又咪一会儿 几乎是一夜都没睡 我觉得我必须紧张一万倍都不止 有一种温情叫做考场外父母的等候 顶着高温满眼都是期待和爱 也许是自带的小板凳 扇子和水 但他们目光所激 皆是你考场的方向 那是父母的爱与陪伴 凤和狼一起去唱 心里花我陪伴 谈点高考毕业生的神回复 高材生讲究的就是一个提前预约 当第一个高考考生冲出考场 可简单了 纯厚的纯厚的 好了 你是这么快就跑出来 是为了第一个出来吗 对 我就是为了接受采访 今天晚上你们有计划 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想 我想让我们国家 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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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走出考场是提错 有些人是在不回家炖肉 就干锅了 当山东南响 不再为自主招生飞行非力 觉得这次的考试难不难 还挺难的吧 挺难的 有没有什么话想说的 考虑之后心情怎么样 这是一拉几天还想 除此我去南乡吗 这是一拉几天还想 除此我去南乡吗 考虑怎么样 要评论 那你高考完了之后 要做什么吗 计划规划的做什么事 除了方法律 没什么能关的 高考讲究的就是一个心态 那同学 我问你一下 我看你是第一个走出考场的 今年感觉考得怎么样啊 几嘴 那做题目今年是什么呀 我不玩了 一年高考再次如期而至 愿你信心满满 考得全会 蒙得全对 乾坤未定 你们皆是黑马 就是 没有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 我们有意义 鸡尔子 我们有意义 一年好